其實是這樣啦,如果大家只有吃飯不談政治,大家都很愉快 所以純吃飯 有時候是這樣,就是說 如果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哇那實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大家純吃飯,先吃飯再講 不過這個外國的特性都是有保留,就是反應很快 意思就是說我們都可以到最後一秒再處理 所以其實這樣啦,這種雙城我相信雙方都想辦,但是都是高來高去的,所以不急嘛 不急嗎?可是已經7月1號不就要開始了 跟你講齁,其實每一個外交,不是外交,每一個這種重大事件的背後 都是這種雙方的穿梭往返,常常到最後一秒都還在argue 你說要搬銅像什麼都容易 但是在取得一個共識比較難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就好像好像 每次人家問我說阿扁要不要特色 這問題不在特色,特色前你到底要做什麼準備動作 所以同樣的道理,在處理銅像 這都是台灣的一種歷史嘛 你到底大家的共識是怎樣?大家能不能找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所以我後來發現,這個真的是國務在講自然行為 就是說大家要講到大家都可以最難 如果要做動作,那派幾個工人去弄一弄就好了 不是啦,這個常常是這樣,工夫也太無奈 因為每次被破壞,那第一個警察又要先被罵一頓說怎麼沒有故好 然後公務員署就要去修理,修理完就要去破壞 對他們來講,那全部班主不是最沒事 但是問題是,問題是社會上的事情如果都這麼容易,那... 這起床就太好了 唉,我跟你講喔,你要問我一些問題,我都可以跟你講很清楚 但是很清楚嘛,這是政治問題嘛 那我也講過很多遍,不解決問題常常被問題解決嘛 那歷史,我都已經講太多遍了嘛 那個歷史只能承擔沒有辦法切割 那這個就是整個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嘛,所以一定要解決嘛 那...那...那有時候我知道,坦白講,處理陳水扁的這個案子一定扣分 一定扣分啦,但是問題是,我還是覺得總統要出來處理 因為...因為...因為...不知道叫誰處理 所以是這樣啦,常常歷史上就是說 有些事做得對自己沒有好處 可是還是要去做啊 為什麼還是要做?因為這個國家還是要往前走嘛 還是一樣嘛,這個不需要浪費這麼多媒體來訪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啦,還是那一句話啦 處理點案一定扣分,我知道 但是...但是...但是...還是要有人去處理 那我也覺得只有總統有辦法處理 因為這個還是...還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你看這個...其實我以前那個山立的總經理也跟我講過 因為他在看我們內湖旁邊有一塊地嘛 他說哇你們這地這麼貴,我到新北市比較便宜 所以是這樣啦齁,其實我...台北市的地的確相當虧 所以企業還是要賺成本啦 所以...台北市的這些土...所以這也有好處啦 好處有壞處,好處就是我們不要走上那種高獲利的產業 就不要留在台北 那種比較...獲利率比較低的就... 因為成本的關係,它一定要移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所以產業升級是台北市最重要的工作 我等一下阿菲市政府去討論那個智慧交通產業